我真是激怒死我 我求人期啊 我也是沒有準備的 我真是求人期 我每天都是這樣 各位 我真是閒花而已 有空的人吃飯嗎 那張桌子叫Benny哥 埋單 埋單 閒花而已 為甚麼會這樣 我形身有道 為甚麼 外面大好世界 不要只是做MM2H 不要說甚麼 或者找些女兒來試探 真的會收買你 各位朋友 以前 我歡迎他們找女兒來試探我 不是說很久以前 各位朋友 特別是男性的朋友 只要我們拿著這張1000元 港幣 你回大陸 等如有1100元人民幣 是的 以前 一對一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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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說過 這1100元人民幣 包你那晚的吃飯 搭棚仔 車費 車費的來回不用說了 卡拉OK 卡拉OK當然是搭棚仔 DG錢 它是1200元賣單 你們八個人 沒有人200元 卡拉OK 抱著女兒上房過夜 還給房租 那一塊多少水 那時的房間夠多兩兩水 有些是在浴室裏面有滋潤的 你知道嗎 在浴室裏面有滋潤的 他買了一條煙 那你濕精是個癮 因為那天你帶了一條女傭 他又跟你拆背 那你也替他吵 你洗一下 洗一下 洗一下水 然後 還要這樣 然後再吵你到尾 在玩出來 買了一條煙 都還有一兩塊 OK 那是怎麼樣 他說拿少了一支 不是 拿少了一支 我訂了兩支胡骨酒的 你叫什麼名字? 廖德芬 在什麼時候拿的? 你去看看 竟然有些人在這個時間來拿東西 我真的很驚訝 你說我們是多快樂? 好了 人民幣如果跌的話 我們會不會重現這些日子 我不知道 因為畢竟已經過去了 上面的物價高了 但是人民幣跌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 美國是加息 似乎來勢洶洶 於是希望出口可以頂住 也因為這個動作